嗨,大家好,我是TeacherAryne 今天我们要来阅读这个生活主题书 拿出这一本红色的第二本 小画家比拉比多 来,我们来翻开第24页和个25页 好,来,我们先来读一读先 好,我们再来读一次哦,小朋友 整理画具,整理画具 图画画好了,画具收拾好 洗洗笔,洗洗手,大家夸我好,好宝宝 OK,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这个图案 OK,我们先读一下 我会把工具收拾好 收拾好,你看这个小男生 他画完东西,他会把那些 他用的工具收进袋子里收拾好 放去原本的地方 这是一个好习惯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们一起读哦 我会把画笔洗干净 他用画笔已经用完了 他拿去洗,把它洗干净 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他用完了东西 他就会去洗手 这个小女孩 他在洗手 他用什么洗手 用肥皂洗手,把它洗干净 好,用肥皂洗手 洗完手的过后呢 用完肥皂的过后呢 他就去冲水 用水冲干净他的手 好,我们一起读 用水冲干净 OK,小朋友 用完涂完东西 用完水彩还是什么东西呢 要收好工具 然后记得要洗手 这是一个好习惯 好,今天我们再来读多一次哦 小朋友 整理画具 图画画好了 画具 收拾好 洗洗笔 洗洗手 大家夸我好好宝宝 整理画具 图画画好了 画具收拾好 洗洗笔 洗洗手 大家夸我好宝宝 OK 小朋友 你们要有这样子的好习惯哦 这样子才是好宝宝 好,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 再见 小朋友 起来 Paul 一点 OD A